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楠,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过一个飞行梦,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个梦也就随之破灭了 但当今社会在无比棘手的拥挤的交通问题上,大多数人应该又有了想要飞行的冲动 飞过那车山车海,那在今天,这个还算梦吗?不,有一款神器,它也许能帮你实现梦想 这款神器名为Flyboard L,发明者是一名来自法国的39岁大叔,这款飞行器,也是世界上首台个人飞行设备 据悉,从刚开始的设计到最终的完美亮相,一共花了它6年的时间 要说这大叔的科研精神可真令人佩服啊 作为目前为止,世界上最安全结构最简单且最具有机动性的个人飞行设备 它飞行时最高时速可达150千米每小时,而最大飞行高度更是达到了2252米 如此优异的成绩,这也让它在该领域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至于它的载重量,260斤以内是完全没问题的 别看Flyboard L构造简单,但它所应用到的技术可是很全面的 有专用平衡技术3D打印技术,还有故障保护技术 这些技术的采用,让你在空中有很好的飞行体验的同时 还免去了发生故障时的后顾之忧,可谓面面俱到,性能方面也很赞 启动时反应灵敏迅速,除此之外,只要你想,随时都可以在空中暂停 是不是很酷 如此高逼格的飞行器价格肯定是不菲的 25万美元的价格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买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,这款飞行器的出现都给了我们惊喜 从实现了的飞行梦到看到的解决交通拥挤的曙光 相信未来会因为它而有所不同吧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,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,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,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